卑职接到消息 说谢将军被人抓住了 这是边疆来信 楚寒黑眸幽深 伸手将信封拿起 嗓音低沉 下去吧 是 谢瑶眸光一片冰身 其中隐匿着刺目的冷毛 楚寒将信封拆开 仔细看了一遍之后 黑眸越发的深沉深邃 仿佛能够将人彻底吞噬一半 是谁抓了谢文武 是皇上的人 谢瑶脸色一变 竟然是昭楚帝 这样的结果让他略有些意外 但反过来又一想 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有我祖父的下落吗 暂时还没有 本王已经加派人手去查了 而且根据谢老将军的足迹判断 他至少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 如果继续前行的话 用不了几日就能抵达边疆 谢瑶沉寂点头 只能心中希望祖父不会轻举妄动就好 你进去禀报 就说本王前来探望明慧公主 若冰迟疑了一下 刚要有些为难的开口 就听见里面传出明慧公主的声音 请月王进来吧 月王殿下 公主有请 楚月嘴角勾勾勾 迈步走了进来 若冰 你去外面守着 任何人不得入内 是 公主 本王冒昧来访 还望没有打扰到明慧公主休息 不知月王前来驿站找本公 所谓何事 自然是为了本王跟明慧公主的婚事而来 公主只身前来万岐国 身旁并无亲人 本王也只能亲自来找明慧公主 争取定下大婚的日期 大婚的日期 由月王定下吧 包括大婚的其他事宜 全都由月王一人做主即可 本公在这里没有亲人 就一切从简吧 一番平静的阐述 让人听不到任何期待 楚月知道 明慧公主的心里还没有自己 不过 这并不重要 她很快就会嫁给自己 这就够了 此时 她的眼中只有明慧公主那张 明艳动人的俏脸 不由自主地就亲了过去 明慧公主见状 眼底有一抹厌恶的冷意一闪即逝 抬手直接将楚月推开 面色沉了 月王 本宫乏了 楚月眉头微皱 眼底闪过一抹不满 你和本王即将成亲 若兵 送客 是 若兵立刻开门进来 走到楚月身边恭声道 月王殿下 这边请 既然公主乏累 那本王就不打扰了 告辞 明镜就是호 明镜就是判了